在新的一周 首先关注一下中国方面最新的资讯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2年1月2月份工业企业的利润增大幅走高 显示出工业企业的效应呈现明显的好转态势 在欧洲方面 德国公布了最新的IFO一个经济情绪指数 在3月份的时候上升到了112.30 现在美元的走势是呈现走软的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上升到了1.0899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上涨到了1.2601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10.17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 欧元对于日元的比价现在下滑到了120.07 整个的比价保持熊市下探的态势 相对强热指标R23的缺乏向上的动力 未来如果比价一直保持在120.30之下的话 可能会进一步的滑落到119.25之后 走软到119.9 如果我们的比价出现反弹 并且突破保持在120.30之上的话 将以往能够达到120.60之后上升到121.15 再来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 在星期一是出现反弹的 黄金的价格现在上升到了每盎司1261.40美元 那金价保持着进一步的攀升 20小时和50小时的均线 也是在向上并且形成了新的支撑 未来如果金价能够稳固在每盎司1253.40美元之上的话 将以往能够达到每盎司1263美元之后 上升到每盎司1267美元 如果金价出现下滑 并且跌破每盎司1253.40美元的话 就可能会首先滑落到每盎司1249.50美元之后 走软到每盎司1245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上升到了每盎司18.06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欢迎继续锁定 Trading三潮 财经电视